请教李先生 这个奥斯汀还有一部分的履历 就是他其实在退役之后 就到了这个军火公司上任了 所以还有一种评论就是说 其实他推销军火 胜过于他带兵打仗 你怎么看 在这里头呢 首先我们看美军的这种所谓的竞争体制 有他自己的特点 就比方说呢 他们是在反复的交流 从作战部队交到后勤机关 从后勤部队 然后上去到指挥机关 从指挥机关到院校或者研究单位 他一向大量的这样的轮换 这样带来的美军的军官 他在基本素质上 面比较宽 掌握的情况比较全面 我各个行当 我多少我都会了解一些 但他的问题在哪呢 不太专 我什么事情都蜻蜓点水一样的 我都是走到哪 我把这个事处理一下 我了解了就行了 这是面上的事情 但他一定成为成长成长为一个高官以后 往往在退役之后 特别能表现 美国军方跟美国的军火部门之间的 一种特殊关系 因为大量的军方人员下去以后 往往会兼任 或者是担任这种大的军火公司 或者是所谓的智库 这样的一些呢 所谓的比较重要的位置 他们依然是在为跟军方打交道 推销军火 向国外推销军火 这样呢 有带来更大的便利 某种意义上呢 还依然是使用 它原有的影响和权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美国军方的人 国防部系统的人 一旦他们真正要离开 它原来的位置以后 很快会在军火公司里头 得到非常好的一种回报 就是我们常说的旋转门啊 对 从这个位置换到那个位置 从那个位置换到位置 甚至还有从这种高官位置 重新再回到房屋系统 也就是说 这种所谓按照我们感觉 就是官和商这种之间的关联 或者说可以讲这种关系 超出一般所谓的那种正常关系 非常紧密 而且呢 彼此之间的利益输送 也是可以想象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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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